香港大學、中文大學、PolyU、成大和VTC一齊聯合買的書庫 即是說我買了一本,他們五間、四間都可以看 香港U買了那本書,我都可以看 當然別人買的書量是多於我們很多 剛才沒有做到登錄的,我們現在可以登錄 為什麼要登錄呢?因為這個書庫有一個項目 即是說每人每次限借多少書 當然實際的項目是多少我不清楚 不過應該大概十二、三、十二至十四本書 你不登錄,你也可以借書 你也可以在Poly那裡登錄下來,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要登錄呢?因為你現在不登錄 是說是用一個阿公的帳戶 即是說整個VTC之餘 所有港大、中大、Poly、成大 那麼多的User 在分享那十四個項目 經常會爆發的 如果你不登錄的話 你不登錄是會爆發的 所以我們先登錄了 我還沒登錄,我先登錄了 在這個位置 剛才如果準時來的朋友就應該建立了 這個帳戶 我打回那個碼 你記得按登錄 不要按IP登錄 你按登錄 你現在登錄了 你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登錄呢? 你再看回剛才那個 你會看到不是那條IP的 你會看到就是現在你的User名 另外不要急著 不用這麼快開書 我們再開回我們的Apple Reader 我不知道Android如何登錄的版面 在iPad就碰到右手邊 白色的那條痕 即是不在螢幕上 你不用看上去 在iPad你會看到白色的一塊 右手邊的那條痕 向左撥過去 好像剛才揭頁 不過就不在螢幕上揭 由框裡面推進去 就是做法 我再做一次 就是你的手放在這裡 然後推過來 你會看到這頁 你登錄 你剛才的User Password Organization JULAC CDC 你一定要打這個 全世草 JULAC CDC 登錄之後 我回到 對不起 太快了 回到後 其實你的手指 放在這個位 就是這樣推回去 就可以了 好了 首先 我怎樣下載Ebook 回到頂部 我們用Library catalog 去進入 Library catalog 現在就不用寄什麼網址 你去我們Library.edc.edu.hk 你隨便打一些東西進去 你可以打中文 也可以打英文 我打完之後 按Encore 或者按Enter 也可以 你看到 一般你用Library catalog 也是一樣的 就出了一個書 書 如果你要找Ebook 就很簡單 因為現在新的 在這裡 你要限制去Ebook 就用旁邊的Facer 按Ebook 你看到 中國裏面 是Ebook 就有27,000多個名字 我一按下去 你看到這些都很爽臉 Ebrary 這些 今天上課課 知道了 怎樣用 這些每一本書 你都可以下載到 那裡 今天就想說中文 中文其實很簡單 Language 限制去中文 因為中文書 一定是Apapi Apapi 有10萬書 中文書一定是Apapi 這個我就限制去中文 按中文 你看到 這個 肯德基中學識進化 譬如我按進去 剛才我直接按本書 今次我直接按進去 那個版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版面 你再按這個 Click to view the book via Apapi Ebook 我再按下去 你發覺你是去回 Apapi 這個網頁 那本書 那一版 OK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 鎖定了 你發覺我們 我們 你發覺我們 仍然維持 我們在鎖定 這個沒有問題 跟著我們做什麼呢 在這裏 借月 這個位 借月 借月 這裏 你不要再去 因為其實 今天我們試 Apapi 都有點慢 無謂下載 不過你也知道 其實同樣的做法 這裏 Open in Apapi Reader 當然 如果你見不到這個 你可以 打開 其實不是 這個 你可以試下載 因為它不會 鎖住 不像 Blue Fire 鎖住你的 你剛才 有一個版面 成功下載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裏 就看到這個樣子 它跟Blue Fire不同 Blue Fire 整個 鏡頭鎖住了 這個 你會看到這本書 在這裏 1% 因為 我 就說 其實平均 我們下載這本書 就是 10分鐘左右 你鎖住8分鐘 你會看到 80% 如果你下載後 你就會看到 這樣 其實 如果你裝了這個 Apps 有幾本書 就應該是 下面這六本 都是跟你的 當然一會兒 你可以用它 跟你的書 一直用都可以 這三本 就是我們剛才下載的 你看到我們 包括了幾個 大執行 旅行 這本書 都是 專門我們買的 這本書 中藥 一定是 Apapi 才有的 你去那些 Ibri 不會有的 設計 這本書 我們閉館的強項 近帝強 也在上年 我們也有個展覽 關於近帝強 這些 好了 嘗試用一下 Apapi Apapi的融化 大同小異 不過它有些東西 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我現在按第一本 商貸旅遊 你看到很漂亮的 覆蓋 不是本本Apapi書 有覆蓋 因為大陸做電子書 初初他們不懂 他覺得封面不重要 所以有時候 有很多中國大陸的電子書 例如Apapi 你發現沒有了封面 就是因為他初初不懂 封面不重要 只是掃入後面的書 這個很好 今天有一個封面 用的方法都是一樣 左中右 左邊就去前一頁 右邊就去後一頁 右邊 或者中間 就出回我們所有的功能 下面上面都有 或者你撥也可以 撥去左撥去右也可以 不過Apapi 你看到我們現在用的所有書 其實都是跟紙本書一模一樣 現在下載下來的所有書 無論Ebiri Ebsco 甚至Apapi 其實跟紙本書一模一樣 Apapi 不過有一個功能 很有趣 他們自己研發的 就叫做半頁版 就是如果像我一樣 也有一點老花的時候 覺得這個太大 即這些字太細隻的時候 Apapi有一個功能叫做半頁版 就是怎樣呢 譬如我去回一本 即是來文仙 譬如這本 我撥在中間 你見到下面 有一個這樣的按鈕 這個就是半頁版 其實你見到這裡 只不過是Patreon的半頁 不過它是比較文字化 這個樣子就不是很正確的 那本書的樣子 我再撥 其實這個是第一頁的下半部分 看上來 你見到這些圖都還在這裏 不過如果你譬如一見近帝強那些 那些設計很花巧的時候 你發現整本書是不同的 因為那些圖畫是走位的 這個是它一個特別的功能 你也可以值得推介的 看上來其實也會好看些 這個我就選到傳頁版 也是按這個 剛才是這個位置 我按這個就是傳頁版 OK 亦都一樣 在下面 我隨便跳去隨便一頁都可以 馬上去到213頁了 亦都好像剛才那樣 跳去其中一個頁 就是這個 左邊這個 你也可以看到所有的 table of content 就是那個 chapter 第幾章 第幾章 比如這個 你看到這個是第八章 它亦都可以加到一些highlight的 譬如我們試一下 highlight 你可以… 你一看到這個copy 很開心 剛才看不到那個copy 你現在看到那個copy 你可以… 我先試了copy 剛剛試不到 現在試了copy copy了 然後我們可以去其他apps 你會看到這些字 走出來 圖能否copy到呢 圖能否copy到呢 圖能否copy不到 不過我建議你 因為iPad做個snapshot 其實很容易 這裡你可以做annotation 看到highlight crossout underline 全部都有 剛才我們試過 喂 抹著它打一顆星 它也有 接著… Annotation 看到pencil 抹著它 但是很有趣 你只可以畫一筆 你再畫第二筆 你又要highlight它 Sorry 這個功能有少少麻煩 如果我寫中文字 每畫一筆 我每畫一筆 就要highlight 選一個pencil 又畫另一筆 其實很麻煩 所有annotation bookmark bookmark 就簡單 中間 剛才呢 拆到 中間 右上有個bookmark 這樣就有個bookmark 剛才那個 要留些notes 要highlight 才行 這個就這樣 按了bookmark 也是的 也可以撩回 所有 剛才我們做過annotation 所有bookmark 就在下面這個 table of content 除了 content之外 有annotation 有bookmark 這個就清楚很多了 剛才那個 混合在一起 現在就有分annotation 和bookmark 這個annotation 我之前留過的notes 都是試的 剛才畫過那兩筆 這個就應該剛才加進去 今年6月6日4時40分 這個加進去 譬如我選擇這個 是做的bookmark 來的 那 想提醒一下 你做這些annotation 做這個bookmark 這本書你千萬不要刪除 刪除了 刪除了就沒有了 我剛才說 你刪除了 你可以再下載 但刪除了就沒有了 你跟著這些書 一起沒有的 它也有full tax search 不過 我選擇 簡體字 懶了 我就 copy了這個 就是剛才點中間 按 上面有個 放大鏡的 按放大鏡 這樣就可以 搜尋 搜尋 那 簡體字書一定要打簡體 它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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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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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pi就是這麽多了,Apapi作為一個Reader 其實怎樣下載這本書,跟Blue Fire是很相似的